您现在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您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 支持我们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 真正的独立走得更远更好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过几天就是5月20号 那我们的新的总统赖清德 就要正式的上任 那陆陆续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两个月当中 这个新的隔魁 已经慢慢的公布了 这个内阁的名单 那在公布内阁名单的时候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它是一个惊喜 因为看到一些比较 相对之下比较新鲜的面孔 那当然对有些人 他就一直在期待说 为什么这个女性的隔园的比例 好像越来 好像是比较低 不过在前几天 正式公布这个名单之后 就是目前的34位的内阁隔园当中 我们看到女性的隔园占了有8位 占整体内阁的23.5% 这已经比过去蔡英文总统或是行政院长 这个陈建仁的17.6%还要更高 那不过其实妇女新资基金会 还有很多的性别团体 妇女团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当时这个赖清德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在2003年9月27号 在台湾女董事协会论坛上面 曾经提出这个女性隔园 应该以三分之一为目标 但是事实上看起来这个目标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达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就觉得说用人为才比较重要 能力至上 为什么要考虑性别的问题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中山大学社会系的教授陈美华 陈老师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就像我们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的是 我们现在的内阁阁员应该是大致抵定 绝大多数都抵定 然后整个女性的比例占内阁的23.5% 但是其实从一些妇女团体的部分 包括您自己在脸书上面对这件事情 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评论 觉得说这个比例太低 然后你之前赖清德说要达到三分之一 但是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比成绩能高 然后跟历来的比较起来 赖清德准总统的比例好像女性也不是太低 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其实开始谈女性格园的比例的事情 其实要回到90年代末 就是台湾开始包括彭宛如 那时候她是前民进党的妇女部的主任 那她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推女性参政四分之一条法 那就是要鼓励女人进入参政 然后在政治场域里头占据位置 那那个时候其实包括国会议员的女性 就是立法院里头女性 还有各现实议会女性代表都是很少的 因为政党掌握提名机制 然后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政党体系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进到政党的内部提名 你就不可能在选举里头出现了 就不太容易当选 所以彭主任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我们应该在 他在民进党里头去修他的党的内部的提名规则 就是说要鼓励女性参政就是要提名的时候 你每四个提名 每提名四个要一个是女性 所以这慢慢的也被民进党写入 他的那个内部提名条款 然后后来国民党也跟进 当时候还有新党 那陈水扁进入市政府的时候 他也都一直有在推动这个东西 然后到陈水扁2000年执政 他其实第一日他上台当总统之后 他其实他的女性格员也有20% 就是五分之一 那时候当然那时候的谈法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卖力的去提名女性格员 可是当时候女性参政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就会出现说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来当 内阁这么多部会的首长 包括民进党内部 以前他们也不见得有当内阁阁员的经验 你要当国家事务是何其困难之事 这个如果没有行政经验 其实包括很多民进党内部的男性政治人物都没有 所以他能够做到20%然后五分之一 我特别回去查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确实你可以说 我们女性领导人才不足 我这边先补充一下 在陈水扁总统一直历来的女性格员的比例 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总统是20.6%的女性格员 然后到2004年的时候稍微下降到16.6% 那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第一任是2008年是20% 那稍微高一点点比陈水扁当时高 那但是第二任又下降 就是2012年的时候是16.1% 那蔡英文2016年当总统的时候 那应该是创下这个阿扁以来的最低 就是9.6% 当时也引起很多的性别团体 妇女团体的一些批评 那蔡英文的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是17.6% 那这个赖清德呢是23.5% 就是他刚刚目前公布到为止的这个比例 那刚刚陈老师有说啊因为可能当时的这个人才培训 这个可能不足 所以这个阿扁好像很尽力的要去提到这个四分级 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不足吗 到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左右 那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吗 就还是有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吗 女性人才不足的问题吗 这就是当我们把时间因素考量进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落后于现实的问题 我要解释的就是说像譬如说赖清德 我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就要说赖清德这个23.5% 到底是合格了还是不合格 因为如果你从民进党自己内部的规章来看 他其实25%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 但是25%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联合国在推性别主流化这件事的时候 性别主流化就是要把性别自在所有国家政策规章的核心 然后另一个你要让性别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 你也必须要把女性放到这整个决策机制里头来 然后大家联合国的一个基本门槛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用最低的标准来看 四分之一是全球的最基本的门槛 现在23.5%其实是还没到达那个门槛 然后如果你再把时间因素拿进来看 从2000年到现在现在已经2024年了 你说我们的2000年的时候 女性立委的比例都还是相对少的 现在我们女性立委的比例是41.6% 就是在国会的席次是46.1% 他在全球已经是非常前面的排行 全球大概排名大概是第25名 但是如果我们只考量女性内阁的百的比例的话 我们全球的排行变成78 好我就觉得这个这个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们在我们女性可以选上 以票数选出来的立委 但是他在他竟然没有办法在国家的治理层级里头 公务文官体系就是那个行政体系里头 没有办法受到民选总统 或者是内阁首长的信赖 这其实就表示你是落后的状态 所以我的文章写的是什么 我的文章是写说 如果你是20年前四分之一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么长的20年24年下来 其实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女性专业人才 在各个部 在经济教育财政 或者是文化的产业里头 都有非常多的女性优秀人才 他都是应该是你可以整体考量的部分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在拔着他们进入内阁 我觉得你这样讲 让我想起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访问过彭彦文 那他其实我们就谈到女性里长的这个现象 那你这样子对照起来 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个最高层 就是行政上面最高层的比例很低 然后最低层的这个女性的 这个里长的时候比例很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很有趣的落差 那反而是在这个民意代表 特别是刚刚谈到立法委员 这么高的这个女性的比例 那反而在这些 但里长也是民选的 那这有什么一些差异吗 或是有一些比较调诡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彭彦文老师应该也有谈过 里长的选举跟其他的县市议员选举 其实非常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啦 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人际关系 紧密的一个场域里头 要选出一个里长 所以其实他跟地方的关系变得很密切 他非常讲究地方的人脉 有跟投人的关系 我觉得是在这个意义上面 你看我也有学生在做社区服务发展协会的研究 他们就发现很多时候 社区发展服务 还有这个里长自己也是发展协会的负责人 他们其实都有非常绵密的人际关系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女性在这个发展协会的主席 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或者是里长 经常都是男性 但是周边的重要的干部 或是每天来帮忙的义工都是女性 我很奇怪 其实反而最熟悉地方事务的都是这些婆婆妈妈 但是然后然后穿针引线的人 也都是这些婆婆妈妈 但是他们总是似乎也觉得自己就是帮忙就好了 然后家里也需要我照顾 所以我就帮忙的角色维持在这边 然后也没有人鼓励他们 你应该出来选里长 你应该出来选总干事或者是理事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女人有能力 这件事情是已经很明显的 甚至社区里头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些婆婆妈妈 但是没有一个制度 或者是没有一个概念协助他们继续往前走 所以掌握 掌握脚 所以好像投人都是这些男性 然后选出来大部分是男性 那县市 我因为要参加这个录影 我还特别去找了那个县市议员 其实很多县市议员 我们现在各县市包括六都 很多很多县市的县市议员也都是女性 然后有一个县市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苗栗县 现在县市议员的女性县市议员的排比里头 他竟然是排第三名 第一名还是台北市 还是台北还是 然后第二名高雄也蛮前面的 第三名是特加县市 这表示什么 这就是说我们其实地方上面 透过选举这种地方上其实都已经可以接受 都已经可以接受年轻的女性的 比较形象清新的女人出来选举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系 或是我们的文化似乎还是不太能够接受一个女性领导人 大家觉得女性适合为名喉舌 然后她可能也比较愿意提出一些改革的方向 然后字比较清晰 形象比较清新 不会马上想到贪腐 但是似乎我们觉得似乎好像在县市长 首长他在安排他的地方首长的地方局处长的 或者是中央的阁员的候选人的时候 阁员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女人行吗 我觉得其实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倒带到2000年 那时候对民进党政府的很多的攻击都是 民进党这些人行吗 正确的讲实在说民进党这些男人行吗 他们有办法当总统吗 他们有办法当内政部长 当国防部长吗 他们其实谈的是这个 但是为什么 所以这些事实证明民进党来做 这些男人也表现得不错 他缺乏的是什么 他缺乏的是机会 他缺乏的是历练 相同的女人并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他没有 就行政能力 部会首长的行政能力 决断能力这件事是社会训练的结果 是经验累积的结果 你把它放在那个位置 他就得去学 各种招式各种相关的资讯 然后各种行政需要的决策能力 还有包括这个部门的相关的知识 他学了之后他的功力又变强大 他就可以再更上去 就是鸡生蛋 蛋生鸡 你如果一直不给他机会 他就是永远只能在里干事旁边 或里长旁边当资工 这其实包括涉及到所谓的政治权力的分配 就是到底谁可以当领导者 谁是当民意代表 那这个当然也会是一个不只是政治的权力的分配 也涉及到了一种我们对于女性在这种政治参与的某种的想象或是期待 这想象可能来自于民众也可能来自现有的政治结构 那不过刚刚陈老师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那如果你不让这些女性能够在这样一种场域当中 有所发挥有所历练的话 那他会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是说反而你就本来就没有培育人才 所以你以为没有人才 不是没有人才 是因为你没有培育人才 这常会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这种状况 不过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2000年开始 我们会看到慢慢的 就是我们的统计里面会看到很多的女性的格远 那比较出现女性格远的部会 是在劳动部 经济部 财政部 交通部 内政部 法务部跟文化部 那这里面其实大概都是两位到三位 那可是这个其实比例不一 那比例最少的是经济部部长 大概有15位的格员 但是只有两位的女性的所谓的首长 那这个劳动部比例比较高 是一共有7个部长 但是只有三位的 有三位是女性 所以他大概占了7分 只剩将近一半 那文化部大概是五分之二 就是五位的文化部部长 然后这个女性是占了两位 那但是有一些部会是没有女性 例如说国防部 教育部 外交部 卫福部跟科技部 他是没有女性的部会的首长 就是没有这个应该讲说是部长的这个角色 你怎么去看到这个在职位上面出现的这些差音呢 或者是说即使有女性的这个部会的首长 但是他的比例比较低 反而是文化部跟劳动部比较高 这反映出什么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劳动部其实后来才改制为劳动部的 他本来是老委 老委会 就是一个比较 他应该是国家重要事项的决策 决策面向 但是他最开始其实是老委会的编辞 那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部会 然后文化部也是后来才出现 早期是文件会 对 早期是文件会 也都是比较就某某会啊某某 对啊文件会老委会都是比较小的小的部 那所以其实我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种比较边缘的部会 在中央里头也比较被看成是边缘的单位 他他其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配置 然后然后事实上你如果去看 我觉得到底有没有 你如果去看那个立法院里头教育委员会 然后如果你看教育界 有多少女性基层教师 然后有现在可能也有不少女校长了 不管是在国中层级高中层级 大学也有少数 那所以其实教育产业里头 或是教育这个部门里头 其实有非常多的女性人 女性专业工作者已经在那边了 但是他到现在没有一个教育部长啊 对啊所以我 我讲这些 那我觉得最惊讶的地方 对对我讲这些也很尴尬 因为我们校长才刚进入教育部长 对 就是说并不是说男性不好 而是说为什么女性这么急 而且我们的立法院里头 也有很多教育委员会里头的成员 几乎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问证者 对啊 很多都长期经营在教育 像现在有范园 早期也有范讯律 很多人对 所以我觉得人才在那里 但是你能不能改变思维去看 就是说女人其实当她被在立法部门 有这么多经验之后 她其实能够站在那里咨询 咨询行政部门长官的人 她其实也是对她部会非常了解的人 那我们如何适当的 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让她可以成为部会内阁格员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 可以去思考的啦 那比如说这些部会的配置 卫福部 卫福部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单位 就是说 她把卫生跟福利事务都放在一起 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学者 也是社工或者是福利领域 有很多女性优秀学者 卫生署 就是医疗事务人员 史丹林医里头 生医 生物医学 也有非常多女性的优秀科学家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 我相信在业界也有非常多合适的人员 但是到目前也都没有看到 女性主管 对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看起来某些的这种部会 她的女性在这个领域里面 她的表现其实是很优秀的 她也有一定的这个人数 也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一定的这个成就 但是回到那个最高层级的 这个所谓的部会的手管 她居然没有 特别刚刚谈到 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教育部跟卫福部 这反而是没有 因为我们的社工人才 基层老师 或是这些学生都很多啊 但是她出现没有 那这个现象其实 会不会跟一种说法 这反而是一种 抵触的 就是用人为财 就说好用人为财 然后大家说 为什么不用考虑性别啊 用人为财啊 那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领域里面 财真的很多 可是好像没有被用到 那这是真的不够优秀吗 还是那样的一个性别的框架 成为一个选择的标准 那你怎么去看用人为财 跟性别做一种思考 做任用思考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矛盾 或是冲突 或者是这种关系呢 我觉得用人 我觉得在谈女性参政 不管是国会的比例 还是内阁的比例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主流说法 是不是应该用人为财 我不要看性别 但这句话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打歪了 你已经把所有的女性 都看成是不是人才 但这不是事实啊 就是这不是事实 然后我妇女团体 这个女性内阁阁员的比例 这件事希望有一定的比例 四分之一并不是台湾妇女团体 特别要求的 我刚刚已经强调的 性别主流化里头 四分之一 各部门主管要有女性 女性在其中 这个是联合国性别主流化的 一个基本的门槛 然后所以 所以其实你要给她机会 然后你要去拔着她 然后四分之一要如何达成 其实有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组织 像在学校的运作里头 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女性 有能力的女性 她会说我不想选系主任 我不想选乐长 我不想去争取这种主观职的职位 因为有非常多的复杂的权利关系 还有她必须要involve在很复杂的 性别系统里头 所谓就是有性别角力的系统 当整个董事会都只有一个 董事会的会议厅里头 只有一位女性主管的时候 那个女性主管是不是压力很大 或者是说你学校的决策层级里头 只有一两个主任是女性的时候 他们要发言 她也会觉得进到一个男性俱乐部里头 她不知道包括怎么做 如何把自己好好的在会议厅里头 把自己安置好做好 表现得像个得宜的女主管 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她会有很多无情的压力吧 很多很多压力 我自己在复运厅那么多年 然后去年开始接社科院院长 选上了社科院院长 然后我本来不太聊 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件压力吗 这是个压力吗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吗 但是当我进到我们学校的校 校长主持的行政会议里头 女性主管好少喔 除了我之外就是另外一个管理学院的院长是女的 然后副校长是女的 其他跟你一起讨论事情全部都是男性 我就在想我穿这样 我刚开始坐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头 我在想我这样穿着对吗 然后我会不会太正式了 我举手发言会不会 或者是我讲这些话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女人才会这样子想 就很多这些标签都会跟着来 然后所以很多女人会觉得我要 我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头已经很专业了 我表现优秀 我都固定出版期刊 然后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我会我有没有需要 为了要当一个女性主管人主管主官 然后我要重新学习一套在男人文化里头 非常阳刚的文化里头的这些游戏的语言 穿着的语言 发言的语言等等 我觉得其实他会觉得这到底 对他个人的成长而言到底是正向还是互相 对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很多确实我们的文化里头 还是会觉得女人进来你到底适不适合 你有没有那种努力 我刚刚前面讲的阳刚的 决策圈里头阳刚的男性文化 甚至还包括他们经常会 明明我们坐在那边决断事情 有人会说各位大哥好 就会报告人会说各位大哥 我都愣住了 我想说我是女人 然后就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ballroom里头 他很习惯的叫大哥了 但是其实发现这应该不同的性格 都是大哥啊 我听了我也觉得很夸张 就是说你的性别错误 我坐在那边我觉得我性别错误 但是我得说我是对性别事物很熟悉的人 但是我在那样的场合我都会觉得不是很自在啊 就我也感受到这个非常浓厚的阳刚的氛围 对女主管而言他也是一个日常的压力 就女性主管还要你除了做你专业的事情之外 你还得处理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很多男主管不会意识到的 我们刚刚讨论其实比较聚焦在现在的政治结构 或是文化上面如何 不管是在实际的场域里面 或是在权力的跋着的过程当中 女性是如何被忽视或是如何的被限制住 那当然美华老师提到一个观点 是我们如果不去让女性有更多的这种参政的机会 那事实上她就永远或者是永远 她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参与 或是这种所谓的相对之下高阶一点的政治决策 可是我想要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我想回过头来再请教美华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只是一个要训练人才吗 或者是说如果不讨论又能为财的话 那这种所谓的女性格员或是女性主管 她就真的比较好吗 性别在里面感觉是一个必须要被看重 被拔着的因素而已吗 还是性别她还有其他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面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请教美华老师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带大家了解到这个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强烈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深度的报道以及更深度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 中山大学社会系的教授陈美华陈老师 美华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美华老师也跟我们谈到 从妇女团体或从性别的角度 为什么这一个女性格约是重要 但是我想要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女性是重要 女性好了 如果不好又能为产 那女性当主管真的比较好吗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生理的特质 或心理的特质 那女性好像在这个领域里面 她是一个更好发挥 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一些原因或理由吗 我先补充一个讯息 就是说主持人刚刚讲的 只是训练人才吗 我觉得光是训练人 就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就是男性女性非二元 有多元性别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政治场域 我们的社会里头 有这么多不同性别位置的人 可是我们的政治场域 政治场域也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政治场域里头 却都是由男性在支配 这件事情就是有问题 就是我们的社会里头 这么多不同性别的人 然后他们经验了 他们的经验里头 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性别文化跟视野 可是我们的政治场域里头 却只有一个性别 主要就是一个性别在支配的话 它就是一个不平均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体制 没有办法真实的反应社会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说 第二个是说 如果我们会涉及到人类的生活 到底应该过一个什么样合一的生活 就有人有哲学家提出来 适当的正义观 合理的正义观 应该是让所有人的能力都能潜能 所有的潜能都能被充分发挥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 除了男性之外 有一堆人的潜能 特别是领导潜能 没有办法在政治体系里头被发展出来 有女性LGBT非二元 他们是没有被看见的 所以我觉得是除了训练人才之外 合一的社会生活 应该要能够让所有的人的领导才能都被看见 还有参与治理的过程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妇女团体非常多 非常关键的就是说 如果你拔着了女人 或者是拔着了原住民 甚至身心障碍者 这些比较不一样 异于主流的人群体的话 照理来讲 他们应该可以把他们在他们的位置里头 看到的问题放到政治场域里面 以便获得解决 就是说这是我们代议政治很基本的 就是说如果直立人不能解决身心障碍者的问题 我们请身心障碍者来到这个场域 男性经常忽略女人的议题 我们就把女人放进政治场域 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的性别观点带进来 事实上在过去 趁随便开始拔着女性 还有让婆婆妈妈进到 有所谓的台北市妇女权益促建文会 中央到现在也都有 也有性贫促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 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政治场域确实在改变 以前大家不会重视像科技部 以前根本不会去讨论女性教授生等 他如果这中间怀孕了 他家庭的总统的因素 限制他的生等或是他的努力 职家平衡的问题就会成为 这个场域必须要考量的问题 男人是不是也应该要来育儿等等 或者是女性关注的一些议题 社福 设政过去20年台湾 其实有非常大的进展 是在比如说家庭暴力的防治 性骚扰的防治 虽然也都还是有非常多努力的空间 但是这些议题是 女性 这些议题是 只有男性支配的场域里头 不太会想去谈的 因为他不用照顾小孩 你看他可能也是执行家暴的人 他可能也是性骚扰的贤猪手 所以这些议题 女性议员带进市议会 带进立法院之后 他其实相当程度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议题 什么可以称作政治 但是这个在北欧也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议题是带入性别观点 那当然会有一个论 这个在北欧的经验就是说你的国会 你的国会里头如果有三分之一的 女性的话 他就有能力去改变整个立法院 国会体系里头的议事的历程 那个议事的agenda 就是议程设议议题 什么是政治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或者什么东西要讨论的 这样的一个agenda的安排 而且你想想 如果你女性立委或是国会议员太少 你提案也没人复议 你又被边缘化 你进到国会你还是被边缘化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结构性的数字 满足那个数字 他才比较获得支持 然后再一个当然大家就会讨论 好啊 那我们现在的法院里头 有41%是女性国立委 那有改变事实吗 有改变情绪吗 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选出一些 每天上媒体 但是都是跟他个人相关的小事的 都是论他个人私人行为的这种议员 然后每天搏眼球 确实也有这种女性议员 但是其实这关系到管老师的专业 就媒体他会喜欢搏眼球 他并不值得议事 立法院里头也有非常多认真的女性立委啊 我们的朋友范云啊 或者是有非常多女性委员 他其实都是很认真的 但是可能媒体不爱抱他们每天工作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 要去谈女人进入了政治场域 她们到底有没有改变政治次序或是政治的议程这件事 需要检验非常多的部的细节 而不是只是去看每天电视上争论的那些 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刚刚谈到什么人才培育拔着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民主政治 或者国家治理里面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代表性啊 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不同性别 当然不是只有限制女性 不是只有女性啊 就不同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或者不同群体的这个角色 进入到国会 进入到国家的决策组织的时候 那这个民主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吧 就代表不同人民的意见进到这个场域里面 然后去讨论去协商去沟通 然后去做决策 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从一个民主角度 民主政治国家治理的角度很重要的面向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能又会衍生一个问题 那女性又不一定有所谓的性别意识嘛 男性不一定没有性别意识嘛 对不对 那所以是不是应该是考虑的是性别意识啊 而不是考虑到那个所谓的身体性别的差异呢 我觉得这很关键 但是就是说 我们当然如果今天被拔着的男性 男性格源 也可以有一个标准来检测他们 就是说也可以是 我要拔着男人可以 但是他是具有性别意识的话 这就更好 这会让整个政治文化的 性别政治文化在政治体系里头 有更稳固的基础 但是问题是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然后当然我也不是很很很啊呆的 去想说啊只要是生女女性他就有性别意识 没有嘛就是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大家书本上最常谈的就是柴契尔夫人啊 他一点也不不造福女性啊 他也不他像是穿着裙子的阳刚男人啊 对啊啊我我也不觉得我们现阶段的这些台面上的女性政治人物他都可以符合那个就有所谓的性别的思维啊 那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他们会女人进到国会进到内阁阁 内阁场域里头他会改变 就是那个改变可能很轻微 开会的文化或者是他们会因为有这个少数的代表在那边 很多事情会被慢慢的校准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今天早上的新闻是我刚刚早上看到一则新闻是那个庄瑞雄在抢一个国民党的原住民立委就说你不要来这里出草啦 然后新闻媒体的标题是写庄瑞雄语 经语出炉就类似语出惊人然后叫原住民立委呈要出草 这个如果我相信如果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没有原民意识的情文化政治场域里头 这个新闻不会上台面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原住民保障代表在那边嘛 原住民代表在那里 而且他本身就是原住民代表这个就会上新闻 这个我觉得庄瑞雄他可能回去他会 会不会 这个新闻事件会不会让庄瑞雄去反省他自己 他少会有一些影响力吗 他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慢慢去修正 慢慢去修正 把这个可能自认为有原住民意识的立委 他慢慢的也会发现其实自己还是种族中心主义 然后女性相同的在性别场域里头 这些女人从最开始改 其实彭万如也讲过非常多 这些女人会慢慢的改变这种开会过程里头 人跟人互动的规则 虽然都不是立即的 但是他会去修正这个文化体系 他们会去讲很多很主流 没有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他很主流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人 他也会谈说我得回家煮饭 你们男人都可以放假 回家就可以做看报纸休息 我们还得做很多的家务事 他们也会去谈这个 对啊 这个慢慢的等 就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现场观察也是 这些女性的主管本来很主流 他慢慢的当底下有人在也在谈论这些 甚至有新的性比较性别的思维住进来的时候 他们也会去慢慢打开那个新的性别视野 嗯 是久而久之 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可以被改变 嗯 就是某种的这种政治领域里面 他可能都是一种僵固的 就是一批人同样的一些背景的人 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盲点 但是不管是从性别意识或性别的角度 这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冲击 然后这个会慢慢的调整 那上层做了一些调整 那当然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随之而改变 对啊 你只要以性骚扰为例好了 性骚扰90年代在立法院里头 没有人想要谈这件事 哪有修法的问题 性别公 那时候性别工作凭登法 要去有一个性骚扰专章 哎职场那个雇主也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的形象很好 然后学校里头也觉得为什么要谈校园性骚扰 每个老师都是品性良好的人 不可能有这些事 甚至有一些defensive的立场就说 那以后我们跟女性研究生meeting的时候 就全部摆研究室打开好了 可是20年下来现在有人会这样讲 现在大部分的情绪包括男性都会说 那如果有这类事情 他也会辅导女学生去申诉 那我们学校的管道是什么 你是不是去申诉 对啊 因为文化改变 就是说其实制度改变是相对容易 修一个法修一个法 就是相对容易 但是文化上的慢慢转型 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你回头来看把时间因素考量进来 我们确实都在进步 嗯对 有一些朋友他们会主张说 要把女性格园的这个比性别的比例 所谓的法制化 就是他设定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然后是一个录法的状况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会不会出变成是另外一种的妇女保障名额 那这个社会里面对妇女保障名额这个概念 当然有它的功能 有它的正面的效应 也有一些社会的批评 例如说会觉得说啊 这会不会是一种保障 会不会是这种性别歧视啊等等啊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种主张呢 我比较不会把它看成是一种性别歧视 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informatic action 就是积极矫正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措施 积极矫正措施 这样美国黑白分明的社会 然后有色人种经常没有办法取得 甚至你去申请大学 看到你的名字是姓陈 是亚裔的姓或者是黑人的姓 你就不会得到录取 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这都非常多这种例子 所以或者是应征教职 所以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informatic action 就是说矫正措施 这个积极优惠措施就是说 当两个同等能力的人竞争 同一个职位的时候 有一个教职开缺了 然后是一个黑人教授跟一个白人教授 黑人博士生跟白人博士生来申请 但是当他们两个能力条件都一致的时候 你要优先雇用黑人 对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就是说他欠缺的是机会 他不是没有能力 所以妇女团体谈的 我觉得内格 我觉得我不太知道 他们的用词用字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妇女团体比较谈的是 性别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你性别不要低于三分之一 就是说有三分之一 我们才有一个发言的力量可以改变议程 那所以如果内格 像现在我们25%都已经低于 都已经是地板了 现阶段如果谈三分之一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因为各行各业就每个场域 我刚刚讲的内政交通外交 卫福科技 我们每个场域都有专业的女人在那边 你谈三分之一并不会 我觉得是合理的 然后这个不是保障名额的概念 这个是在说任一个场域里头 当竞争者是同等之力 同等能力 条件也都一致的时候 你优先拔足少数的性别 或者换另外的角度来讲 他就是要一定的代表性 而不是一种保障 这个保障 或者就算是保障 也是为了所谓的代表性来做的保障 而且这个保障是奠基在大家 有同等能力的基础上面 就是说我跟你资历一样好 只是你 我觉得像这一波的讨论里头 我们脸书上也有朋友在说 是不是就老师就说 你在谈内阁要多少女性名额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讨论 为什么一定要让女人有名额 我就回了一个 我就说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不让女人有名额 你总是在你的舒适圈 我用人就用我的麻吉 你的麻吉都是男性 因为主观是男性的话 你也喜欢用你的男性 我自己当院长之后我就发现 我在那个我在男院长群里头 女性的角色很尴尬 因为他们他们见面就会拍拍啊 揉揉 然后就是哥们 然后互相叫大哥这个哥那个哥 然后那我是谁 或者是那个要下班去喝酒啊 或者更多的交际应酬 都有都有 但是他们不会来找你 然后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在那种非正式的场合被决定 对 你只要没有进到那个非正式的场合 你就成为一个 你就在这个决策过程里头被边缘化 这并不是只有我的遭遇 或其他女性主管来遭遇 全台湾最知名的人就是 那个时候呂秀莲当桃园县长的时候 他自己亲口讲的这件事 他说他当县长 然后他晚上跟主管们吃饭 然后讨论事情 他吃完饭他就回去了 结果他发现这些男人去了第二团 他事后才知道很多事情都在第二团的时候 被做了修正 他是桃园县县长 他都会这样被对待 这个文化太多 如果我们都是充满着男性的时候 他的场子就会走歪 像我们系就很特立 我们中山社会系 我们的女性教师 是比男性还多的 我们应该是全台湾 性别比例最好的一个社会系 那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男性越来越少 那依照三分之一的原则的话 那下次我们要留意 有没有优秀的生理性 男性或者是同志代表之类的 在有基础有能力基础的标准底下 然后优先录用某些性别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这一次至少到目前为止 赖清德的总统 左内阁的内阁比例是23.5 他应该已经是从2000年以来 是最高的比例 但是从刚刚的讨论当中 觉得这个还是不足 因为有很多很多 不管从政治的实物上面 或是文化或是权力结构来讲 他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那这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议题 然后说很艰难的议题 就是你会发现即使是蔡英文 当总统女性的总统 她的内阁的比例 其实都不见得是比较高 我不知道我要问一个很庞大的问题 也许没有办法在很多的世界 有一个很艰难的答案就是 那这有办法去解决吗 或者是从我们台湾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 我们看到这种进步 那这个进步会是一种 是一个好的一个 应该是说他是有能力突破 刚刚我们谈到种种限制的可能吗 我觉得刚刚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看陈水扁以来是20 然后国民党执政的是20点多一点点 对20然后16.1 对 然后每一任总统 其实我也回去看了那些数字 他换了一个行政首长的 换了一个内政部长之后 他的内阁的女性的比例也会下降 然后到蔡英文其实是荡到谷底这样 如果你回去看 从两天到现在 他其实是荡到谷底的 所以赖清德现在接任 他就又会说你看我又让他回升到了23% 接近四分之一的标准 所以他不是一个趋势是高低起伏 他们一直是高低起伏 高低起伏 然后好像最开始一上来 会给你一个好看的数字 但是慢慢的就修正修正 所以这个就是到底我们要 我觉得如果有妇女团体要去推制度化 把他写入宪法或者是写入一些法规 女性格员不得低于几个比例 这个是因为你经常是第一任的时候 刚上任的时候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就一直往下调 你自己围绕都一直往下调 所以到底我们要自律还是要制度化 大家宁可信赖就是会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我们要制度化 其实制度化这件事 我一直想说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没有女性专业的政治工作者 我会有41.6%的女性席次 就表示女性政治人才在那边 那业界民间学界也都还有很多专业的女性人才 只是你习惯性的不会想到这个主观的位置 这个应该要由女性来做这样子 所以矫枉必过正 你如果要矫正一件事情 你往往就是要用一个比较强制的手段 我猜这是因为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给他制度化的原因 像当时民进党要去提名里头 你就是限定用法规的方式限定一定要有市民 要一名女性 那将来 将来我们国会议员都已经40% 40点多了 你怎么会内阁排不出适当的人选呢 你看内阁差距 跟国会的差距是将近20% 那23.5%绝对是不能自满的数字 他其实是不够不止 不及格的数字 最边缘的门槛是25% 而且已经20几年下来 其实你应该要有足够的更多 你应该早就看见更多的女性专业工作者在那边了 那也有足够的人可以用 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一波的内阁 除了男性很多之外 他的另一个特征是老人很多 老人人口很多 资深公民很多这样说 他的我请助理特别算了一下 他们的平均年龄 我后面几个没算进去 我那时候统计的结果是62.5岁 如果你也愿意把年龄考量进来 信赖年轻 中壮年 比如说四五十岁的这些人 五十几岁都已经半百了 我们现在很多优秀的人 都是很年轻的 他们而且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在吸引年轻选票 但是为什么你在拔着人才的时候 你都不看向年轻的群体 这个是需要考量的 对啊 OK 这其实某种程度也反映 不管应该讲说自律的话 那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的开放性 是不够 不管从年龄的角度 或者说从性别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真的去走法制化 那法制化当然有很多更更细致的东西 要特别的去在做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美花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讨论这个话题 虽然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讨论了二三十年 但是看到好像有点进步 但那个进步就像美华老师 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进步 恐怕可能还要打一个问号 谢谢美华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讨论相关的议题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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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